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 无垠的缝起 你把梦想写在 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你怎么确定雷备 就一定逃向了天字行元 宫中卫士在雷备逃亡时 我们一直追逐亲眼看见他 逃向望江厅天字行元 即便他去向天字报告 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机密 光他知道那些 就足以置父王于死地了 请允许孩儿 立刻去军营连落军纪 御林军坐以死拼 即使不能打赢的话 也可以逃往恒山王叔叔那里 割据东南做长期的抵抗 父王总比坐以待背要强啊 冷静一点 在全部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 不要轻举妄动 报 大王 皇上的特使已到宫门了 来了多少人 三个人 一名特使 两名羽林 父王 这样吧 父王 如果皇上真是来抓你的话 三个人也没什么好怕的 孩儿找上刺客穿上未施的衣服 站立在父王周围 如果他们敢动手的话 立刻结果他们 好 就这样吧 好 就这样吧 快点快点 听我的号码 好 我不会 就这样 能不能再打开 全部都要 都要 是不是 是 我们 好 得 我还没有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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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提醒你 你还没有提醒你 我现在都可以免除摇替 到长安去投军 外南王 你知道吗 臣听说了 太子刘千在否 臣刘千在 刘千 你身为高祖嫡系血脉 竟然不明白抗击匈奴 捍卫国家的道理 擅自阻挠你的下人 热血报国之情 破敌从军之义 实在拥有宗师的荣誉 和祖宗的盛训 朕欲严厉身世 臣知罪 淮南王刘安 汉室诸王中 以朕的叔父最好读书 文采灿然 通音之乐 博雅能闻 闻此斐然 却为何在君臣大义 国家大义上如此糊涂 在子嗣的教育上 如此无方 应做深刻反省 淮南王 请起吧 你就是获取病 正是 果然 两眼如炬 贵不可言哪 父亲 你 命令相关人员 谁也不许妄动 取消原先的一切计划 静观事态发展 你们都下去吧 皇上究竟要干什么 父王 孩儿觉得情况有些不对 那雷辈所知道的事实 皇上怎么一条也没有追究 是有些不对 不过 霍取病是皇上的侍郎 能派霍取病来 可见皇上对我们并没有敌开心理 刚刚要是换了另一个人 我马上会给你们暗示杀了来世 一不做 二不秀 立刻联络恒山王 攻击天子行员 到那个时候 天下必然大乱 父王 您换个思路想想 皇上派一名中尉来 倒也合理 可他为何要偏偏派获取病来呢 这不正说明皇上 对咱们已经有了防范之心了吗 快 去通知你的叔父恒山王 快去呀 大王 鸾架已经起身回京 不是说明天吗 一万禁军护送的鸾架 今早已出发了 连迟到所有险路 全都被禁军封锁了 什么 太晚了 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 获取病 是皇上派来安抚父王的一例棋子 皇上是不想现在就和父王摊牌 难怪连凶奴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一场罕见的暴风雪 袭击了匈奴草原 降雪量是常年的三倍 匈奴境内许多部落大批牛羊冻死 自然界的灾难 使匈奴人在第二年的春天 挖动了对汉朝边郡新的攻击 但在汉朝方面 由于王太后的国丧未处 朝廷对军队发布了不得进攻作战的停战照例 快点 是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出声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Nicholas 冷冻 大柴宇 忠航月不行了 您看是不是 大柴宇 你回来了 快叫吴师去 大柴宇不必 奴才的身体 我心里有数 这些年拖 贵方 承蒙大柴宇不信 我要去了 只是 有些放心不想 忠航月 有什么话你就说 大柴宇 再不可 以匈奴人的古老习惯 对汉朝 进行 无节制的掠夺和 恶索 也是没办法的事 一场大雪 几乎所有的部落牛羊都断了盾 不知道用兵之害者 就不知道用兵之力 大柴宇 千万惊惕 华夏族在流车 带领下已成为最强最强的帝国了 匈奴人要想生存 千万不能不能硬拼哪 不可 快 上药 他这话什么意思 也许他说的有道理 回大帐 去吧 回大帐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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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吧 到去吧 去吧 去吧 皇太后守校期已经满了 也就是说 休战期结束了 是的 陛下 宣 赵姓 宣 苏建 李广 宣 魏清 获去命 宣 魏清 获去命 宣 魏清 获去命 臣叩见王上 平身吧 谢陛下 元寿元年 汉武帝刘彻结束了休战 随即以大将军魏清为统帅 命伯望侯张谦为参军 赵姓为前锋 苏建 李广 霍去命诸将各率所部 由定相触发 进击匈奴大蝉鱼 试图一举击破之 然而 此次战役的进程并不顺利 罗粮 受了 杨拿 罗粮 杨拿 李宗 杨拿 杨拿 被 罗粮 杨拿 袁 竟 手 袁 币 王币 索 杨侯 李宗 妈 杨拿 好 到前线来了 我也不太清楚 哥哥传令 让我立刻到军中报到 姨妹 坐 姨妹 大蝉鱼让你也随郡出征 他疯了不成 言之啊 哥哥 妹妹拜见哥哥 妹妹 你还记得当年 北小王的王子 阿虎儿吗 阿虎儿 郑逸 我 无疼 沙子 英似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回到匈奴 我就能粉碎汉军的这次大军远征 妹妹 你的奸杀 担负着匈奴人的命运哪 快点 大将军 大将军 快 快点 大将军 大将军 所有的将军都在外面寻求战机 干嘛把我放在营里 皇上临行前可是亲自嘱咐你 让我参战的 赵姓苏剑部有消息没有啊 还没有 教教 嫖姚校尉 你再和朝廷大将军说话 是 大将军 好 好 我就给你个机会 你现在率领你的八百计 去抓几个蛇头回来 多谢大将军 我的八百经济 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大将军发令了 等等 不要跑得太远 嗯 去吧 来 走 你 你 来 你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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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他们该跟我去 跟 有什么办法 出生牛肚不怕虎啊 这小子把大仗当成狩猎打围 出去历练也好啊 难哪 后将军李广也颇多不满 他也想当前锋将军 可是 赵信是匈奴人 对这里的环境熟悉 你说 有谁比他当前锋将军更合适呢 前线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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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报 为卿承奏陛下 陈率军出定乡 寄予匈奴主力遭遇 会战斩首五百余 匈奴主力向北击退避战 陈求战不能 帅军 帅军暂退边陈修正 帅军暂退边陈修正 陈奴主力向北击退避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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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暂退避战 匈奴主力向北击退避战 陈奴主力向北击退避战 陈奴主力向北击退避战 军暂退避战 从根本上消除匈奴人 都有边境的军事威胁 军暂退避战 我大军难以对其形成何为 张谦 在 我大汉军向北击退避战 你觉得在哪儿安营扎寨为夷 大将军向北击多远 大概三百里左右吧 那 那 以雀儿湖一带为好 那里水草风貌 有利于大军囤战 那好 大军今晚就开拔 向北急行之雀儿湖一带驻扎 以此调动匈奴 寻找作战时机 赵夕 备将在 你率你的三千匈奴部族 走你们熟悉的路 先行开路 苏剑部从侧义配合 由你两翼护卫 防止大军运动中遭受突袭 立刻出发 喏 其余各将各司其职 准备连夜开马 何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有伏兵 准备作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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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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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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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